这个小鸭包里面 其实装的都是一些 市里女孩可以用到的东西 比如内衣裤 我想天天都能看见你 我不想再像潜意这样 一个人在家等你 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出来 我知道你身不由急 所以我可以到你身边来 我来这个城市就是为了你 你是我留在这个城市 唯一的理由 你怎么啦 你怎么了 你干吗呀 机票我已经给你买好了 现在送你去机场 我也被记住 干吗呀 干吗 不是 你怎么突然这样啊 这套东西我已经给你撞好了 拉下的我给你记不去 你去看 我说那我不走 带上正前 现在就走 你一定要跟我分手吧 不行 一定要这样跟我分手吗 可真是 分手 我在上海 你会别急 只要我们不要再联系 彼此很快就会忘记 我是一个有老婆 孩子的人 我离不了婚 温柔 你是个好女孩 就因为我这份物业工作 让你突然发现 我不应该出现在领域 是 我对你 对顾佳 对孩子 我十分愧疚 你不要再逼我了 离开 喂 老花 好 我马上回公司 咱们公司的人 怎么提前都走了 老花 这么着急把我叫到公司 你来干什么 明显 你跟我说蓝色樱花 全部都销毁了对吗 你答应过我不再生产了 是不是 这些订单是什么意思啊 老婆 别紧张啊 你把心放肚子里 我签订您问嘱咐的 绝对安全 我们这个行业 有绝对安全的事吗 沈杰出事你看见了没有 当初我们俩做这个 烟花公司的时候 我们就说好了 要走稳扎稳打的路线 安全是稳定 是第一位的 我不管利润多少 你为什么私自做这个决定 不跟我商量一下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生产 这么危险的蓝色烟花 什么叫私自做决定 那我不是这间公司的设计师 和老板吗 我连生产什么都决定不了了 还有你说的 风险产品 符合燃放标准 又没有任何违规的操作 我存放的时候注意点安全 不就完了吗 多大点事啊 按照你说的 没有绝对 那烟花厂就别干了 蓝色的会上 那没有别的颜色的了 红色的 绿色的 黄色的 什么颜色 你告诉我 我会上 你怎么抢词夺理啊 你就是太想理了 你永远在扫我的兴 永远在往我头上泼冷水 你懂不懂得欣赏 什么叫做艺术 艺术品 懂不懂 我不懂 我不懂 你当然不懂啊 我就是要做出别人 做不了的东西 我要接更多的订单 我不然怎么弥补 你茶叶的漏洞啊 我做茶茶我做错了吗 你干吗一直要拿这事 戳我的心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蓝色烟花是我的梦想 我跟你说过 我在天空中打出海洋来 你也告诉过我 我这想法特别地棒 我拼了命了 我这辈子我也要实现它 蓝色烟花 这是我送给你最好的作品 不要很明这样的作品 我只想你别出事 我想我们家平平安安的 我想你好好地做这个法人 我不想要这个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啊 政产线停不下来 合同意已经签了 违约是要双倍赔偿的 我赔不起 习子言的掀材小汤圆来了 谁想吃的小汤圆啊 你看 不是 很热! 汤圆真好看 我好看 也是 剩半瓦的线花 好 陈姐 许子言的东西收拾好了吗 差不多了 今天向幼儿园千万别迟到 好的 我一会儿送你们吧 你不吃你的小桃圆了 慢点 快点 再复了 再复了 切斜ammed 多火 蒸 蒸 蒸